超短近南区有講關鍵的起點 特別要請專業老師來跟社區開放過度的課程 跳到議論拿過別的創作模式 來自老大人用手工噴出一張手 也用噴石子的方式來援演過 上面大家是哪勝哪位感到真有趣 你創作出來美麗作品也讓他們感到真有享受 在美國生活三十多年退休回來 平常來關懷古店 但你委託扣定的老師 這次在北基督展規用本的方式來援手 用鴨鴨的方式來援演戲 不但創作過程簡單處理 你還可以進到展規對委託的信心 沒有疑惑也沒有委託 算是老鼠幫我們援 算是用這樣簡單的 皺皺皺 也感覺不錯看 不然要叫我畫 我也真的不會畫 跟我們畫圖 我們不是說這個技術不好 不過他說我們噴起來 這用花花就漂亮了 用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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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花 像這柱仔機用噴的 出魚啦 有趣的就是吹畫 然後就把那個顏色先吹成樹幹 然後再加上彩色的顏色變成櫻花 讓它接觸不同的那個媒材 離開那個學生的那個時代已經很久了 讓他們重拾那個回憶可能會有一點幫助 操縱靜安戶 有風關懷古店 第七班五個月以後 將會在五個月正式心立 在這段時間以來 不但點不歡迎 相當好 有一次的衛動庫典 竟然可以斷了點不 用不一樣的創作方式來進行 相當受到點不的喜愛 我們有分靜態跟動態 靜態部分像今天會大概是 以那個彩繪課程為主 上次有辦過我心目中的花朵 我覺得有時候不管是什麼樣子的彩繪課程 都能夠反映出老人長輩一間很像小孩子一樣 其實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其實老師上的課程很像是幼稚園 小孩子上課的一些題材 那我覺得運用在老人身上的時候 會有呈現非常不同多的風格 然後我覺得他們都很開心回去把它表框起來 在創作過程當中 能夠自己點不的熱鬧出口 混的受到性 對心情 以及身體都有很大的幫助 接下來到9點 還有帶實際的朋友 共同動怒 將生活過得更快樂成熟 記者都算參報到 文二位 文二位